朵朵 我这辈子不想娶任何女人 我就想跟你过一辈子 我不能离开 你干吗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不要放我 你干吗 朵朵 你干吗 你原谅我好吗 哥 你真的站起来了 我说过 我站起来的时候 回来找你的 你跑这儿来干吗呀 来接你啊 还有多久 再才两三个人就结束了 你来这儿 你未婚妻知道吗 知道 在你面前 幸何等别耍流氓 我耍流氓 咱们俩刚才谁耍流氓 再说一遍 算了算了 咱们走吧 你愿运 愿运 她在52年 她是流氓 你建议啊 隔天 你我之间的事情 你我之间聊 不要对这一个女孩 大呼小叫的 算什么 行啊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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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吗 你干吗 别打人 哥 要不要报警啊 报 报 现在报 报报 瞧不起你 你瞧我女人 报 没事 我去 华妥妥 慢点 没事 没关系 这没事吗 没事 你腿动一动 我看一下 你动一下 没问题 你看 姐 你没事吧 疼不疼 刚才你得可以挡了一下 你要不挡 指不定出什么事了 踹哪儿了 我看看 我给你揉揉 没有 我没事 你说你吧 不是说好三个月才能走路的吗 这刚几天呀 你就跑出来 真出事了 怎么办呢 能出什么事啊 我这不好好的吗 我哥呀 那是怕你受欺负 不放心 想不开 就你不放心 去去去 自己跑去 开车去 开车去 我一身心健康好青年 谁欺负我呀 你都自身担保了 他担心我 不肯定用我的天 Rico 我送你 没有 开车去 着什么 就我的 49产品 要不然你也去做个检查吧 你管好你自己吧 谢谢啊 小枫 你快去找一下主治医师吧 他叫James 花很多那个 行 疼疼 你这么温柔我都不习惯了 我这个人做人的原则是 不欺负老幼病弱 你现在一是病二是弱 我欺负你 太漏了 我今天 在工地上这么仓促地给你求婚 你不会怪我吧 当然怪啊 怎么也得双膝跪地 六十克拉钻戒吧 六十克拉 你拳头还大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还你一个 全世界最豪华 最盛大的救婚医生 因为我要让全世界人知道 你是我的女 你觉得全世界的人知道干吗呀 我知道你心了 灵魂 灵魂 白雪的事儿 我有必要跟你说一下 行 你说 我听着 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 你知道我跟白宇 从幼儿园就开始混在一起 那那时候白雪就跟我们一起玩 然后 她从十岁开始就嚷嚷说 要嫁给我 嫁给我 我以为她闹着玩着呢 没想到一直纠缠到现在 你说 白宇的爸妈挺聪明的呀 怎么生个女儿就那么傻呢 没事儿 我觉得总有一天她会明白的 是 等我也一直把她当妹妹 我也不想伤害她 所以 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我知道 对不起啊 没事儿 对不起 胡老师 好 那我马上回来 我得回去了 有篇稿子 要叫对 拜拜 要不然别干了吧 来我公司帮忙 你可是答应我的啊 怎么了 返回了 不是 那时候那么说 一是为了激励你 二 那时候咱俩关系简单 不像现在 现在怎么了 现在关系也简单 我不想当一个跟你有特殊关系的人 进你的公司 在你的庇护下 顺风顺水 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那你想要的人生 是什么样的呢 我想要有自己的事业 能自己解决财务问题 不依靠任何人 我必须要有足够的职业成就 足够的自信 我才能够走近你 才能够帮到你 不然 我就永远都是你的一个 小打工仔 小保姆 永远都要仰视你 我不乐意 什么叫足够的职业成就啊 是当主编 还是拿到奖 都可以啊 那说白了 不就是名利熏心吗 我这叫有理想有抱负 洪言 你真是的 来了 你还敢乱到外面跑去去跟别人打架 啊 你有没有把我放眼里啊 挖疯这个大嘴巴 跑逼什么呀 你有没有把我放你眼里啊 有 那医生来了我就先走啊 医生 你好好教训他 他不听话呢 真是的 来 给我看一下 不是跟你说不能到外面去走路 你还都被人打架 不能走路 我不能站着不许动 没问题 没问题